拯救一下 所以 在書吧的時候 你就知道我不是情因素了 那個時候 我也在找情因素 看到你的時候 我還真的以為是她 但是我後來 突然接到情因素的電話 我也是到了這裏 才知道一切的 我姐能找你 说明她很信任你 算是吧 毕竟我们也是 那么多年同学 这么多年 也互相扶持着走下来 我亲眼看着她 跟江村结婚 也看着他们俩冒合神灵 黄家文 我要问你们件事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我还爱她 但是她心里面 只有江村一个人 所以 你就把你和我姐的照片 寄给江家 那个时候 你姐一直不理我 我也没有办法 慕晨 就当我求你 别把这件事告诉你姐 我现在只想做一个 朋友的身份 陪在他们母子身边 是真的吗 以前我一直想让 秦烟素离开江家 我觉得那样是为了她 但是这次看到 她为了保住 她跟江村的孩子 那么拼命 我是真的死心了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姐姐 妈 你别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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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去看她 妈 秦烟素听话 我要去看她 秦烟素 别动 秦烟素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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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烟素 秦烟素 是怎么办呀 我 我都告诉秦烟素了 没事 医生说了 孩子能治好 放心吧 流流的 不过有事 家伦 说 这是不是我们的报应啊 说什么呀 就算是报应也是我 没有好好照顾你的报应 知道了吗 你说我一对说弄的人 我看到他们的时候 有多高兴 就算有我们 一点点的小缺心 也是我们两个保养 我们一定可以 把他们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地养大 的吗 知道了吗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就是想你和孩子 他用都做了 我这辈子 我知道 这辈子只要有你跟孩子 就够了 吃饭 你吃饭 估計一個晚上沒回來吧 不對啊 她昨天跟我說 她會回來休息的 你看看床單都還沒動 行李包還在這兒呢 謝謝 不客氣 情況不是太好 老大呢是得了 中末型心臟病 目前現在沒有治療的辦法 只能靠藥物來控制 等她長大以後呢 條件允許了 可以考慮做進行 心臟移治手術 老二呢 雖然心臟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早產 產婦本身的體質也不好 今後呢身體發育 可能會比同齡的孩子 要遲晚一些 不是這樣 我知道你們擔心孩子 說實話 我們這兒的醫療條件呢 是有限的 這種情況見的也不多 所以我建議你們 把孩子心臟快 送到大醫院去 活著啊活著 你怎麼就這麼軸呢 別子你姐姐跟媽都不相信 你還能相信誰 現在好了吧 姐姐只想保住自己的孩子 你非要跟來 孩子在安心有力 真的都怪我 這就是我的錯了 什麼意思 你要是這麼討厭我 這麼不想聽我說 你直接把水晶扔海裡就是了 你怎麼來了 你怎麼來了 眼睛怎麼紅了 你哭了 沒有剛才風大 瞞眼睛了 哪兒來的風啊 剛才有風 現在風停了 是不是想起什麼記憶了 想起了一些不該想起 我想一個人靜一靜行嗎 隨便你啊 隨便你啊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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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马上来红岛 要多快有多快 喂 姐 你怎么样了 好脸了没有 你现在有空吗 我想见见你 好 我现在马上过去 这谁的 我做错了呀 江先生 今天晚上想请谁吃饭呀 我太太 是要和夫人烛光晚餐呀 这样我建议您要不然 改到我们酒店的海边餐厅 桌数不多 您可以包场 而且我们现场还有乐队伴奏 环境非常地好 那儿吗 对 那边 环境是不错 不过我不知道 晚上货币风大 我怕我太太着凉了 江先生 您真会开玩笑 不好意思啊 抱歉 很有意思 你的这个手机铃声 跟我太太是一样的 是吗 那我跟江太太很投气呀 这样您更得听我的了 说实话 咱们烛光晚餐 吃的就是一个环境 谁在意吃什么呢 只要是够浪漫 够情调 一切都不是问题 所以说我建议您啊 选我们酒店的海边餐厅 好 请你的 海边餐厅 这个音乐可以传我一份吧 最近好像 越听越喜欢了 好 回头发给您 谢谢 小植 其实这根本就不怪您 都是我不好 我就不敢瞒着你 早该把实话告诉你 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了 姐 您还是说我两句吧 这样的话我更难受 真的 姐真的不怪你 是姐自己命不好 我以为嫁给江村 会觉得很幸福 可没想到会是这样 那 你还有什么打算吗 我现在还没想好 孩子又这样 我暂时也不能回去 江家那边 还要靠你再帮我 撑一段时间 等我想好了 我一定跟江村 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 当然没问题 江家有我呢 现在最重要的 是你跟孩子 要把身体养好 其他的 就是希望 姐以后 你不要再瞒着我了 这么大的事 连黄家文都知道 就我不知道 你放心吧 姐以后什么都不瞒着你 都告诉你 好吗 还有就是 妈那边 我还没告诉她 没关系 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你跟孩子 好好的 你以后你说什么 我都听你的 真是我的好妹妹 好 是不是 我都听不懂 因为本人 不懂 我不是 我不要 你不懂 你可以 我去不懂 我 你是不是 我 你不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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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去去 刚刚押了五万块钱又要交钱 您好好看一下 这里的每一项备用都是有依据的 首先 您的两个孩子都是早产 必须在ICU里面进行医集 还有 您其中一个孩子 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需要通过药物来进行维持 因为孩子很小 我们必须把药物的负责用 降到最低 所以我们只能用最好的进口药 这当时你是同意签了此 我签字的时候 你跟我说这药那么贵了吗 一天一万 你这是治病吗 你这是抢钱吗你 怎么回事 您来得正好 您有一个孩子心脏不到 孩子的爸爸 嫌我们给他用的药费用得高 这样 你来决定吧 这种药是否还需要继续用下去 当然 便宜的药我们也有 但是以后对孩子的身体 有什么损伤 我们可不能保证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这摆明是过度医疗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你又不是孩子父亲 你着什么急啊 我这不是替你急吗 行了 行了 我用不着 大夫 他不是孩子的父亲 你别听他的 孩子呢 就用最好的药 钱我来出 好 没问题 这又不是钱的事 你就是再有钱 你也得省着点花吧 好好好 我们去交钱 我们交钱 姐 没想到这个黄家王 还挺怕你 他一直不都那样吗 上不了台面 这不过就是 委屈我孩子了 姐啊 咱们一定会治好的 这儿看不好 咱们就去秦岛 秦岛看不好 就去北京 北京再看不好 我们就去美国 总会好起来的 江村不喜欢孩子 他要是知道我怀孕 肯定不想留下这个孩子 还有江伯儿 他也容不下孩子 安一秋跟江伯儿 狼狈为奸 他们要是知道我怀孕 孩子恐怕就留不住了 你要是不信姐的话 可以把这药拿去化验 怎么还在这儿啊 怎么还在这儿啊 喂 唉 我刚之前说过 东西放错了 怎么还在我房间啊 什么 隔壁房间送来的 好 我知道了 好 我知道了 这个家里 哪里 都可以 是 你 我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上来吧 歇会儿 小金华 干 行会儿吧 累不累啊 嗯 不累 这什么东西啊 泡不忧神气 你怎么这么幼稚啊 我以为博二已经够幼稚了 你比他还幼稚呢 你 你给我 你不要算了 我给我女朋友买的 他让人好长时间了 我告诉你 上班的时候 不能带这种东西 没收了 我跟你说啊 你一会儿你用这个 肯定没错 乐队只要你一挥手 马上想起音乐 秒杀一切那个 浪漫爱情电影 真的吗 都安排好啊 人才 必须 歇会儿啊 你来了 来 来 来 走 哎呀我今天在外面 转了一天了 挺累的 你搞这么隆重的麻 随便吃点砸了 怎么没有穿我送你的衣服啊 哦 你那衣服呀 肯定得配高跟鞋 你看这路又那么不好走 我白脚怎么办啊 再说这都是海 万有掉海里的 我以为我已经够不浪漫了 我没想到你比我还不浪漫 这不是不浪漫得 看和谁浪漫 再说了咱俩又不是拍韩剧 这海风这么大 吃一肚子海风 这不拉肚子呀 你今天是怎么了 我把公司所有的事情都放下 就是为了跟你来培养感情 你倒好 要么就是神楼借手不见过 要么就是一见到我 就出我发瓶子 我想知道 我 我到底哪儿 哪儿惹着你 你告诉我 你能先坐下说话吗 你一直这样咬着头 我跟你说我脖子都酸了 这还有音乐呢 以前都是你 想方设法的 想让我跟你吃顿饭 现在我精心地准备好了 我以为你会开心 看来是多余了 江太太 怎么了 江先生怎么走了 这个菜品不合适 还是音乐不对啊 不应该啊 这个江先生反复叮嘱过 我们今天下午排练了一下午呢 这些都是他精心准备的 是啊 从前餐到主餐 包括甜品和酒 都是江先生反复斟酌了很久的 江太太 江先生对您真用心啊 我 我 我这也可以打包吗 来了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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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什么啊 你点了那么多干嘛呀 你还敢吃完啊 你点了那么多干嘛呀 你还敢吃完啊 你先走了啊 吃饭呀 你精心准备的 也得吃啊 那刚才你怎么不在下面吃呢 好香啊 你吃 我呀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 你心裡在想什麼 真不錯啊 你快嘗嘗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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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像確實不錯啊 我就跟你說了吧 好吃 那該忙什麼呢 看看怎麼沒人跟你搶 來擦擦 我沒忙什麼呀 這兒不是老家嗎 我就想到處走走 看看能不能找回點回憶什麼的 見著你媽啊 媽 媽回 回青島了 所以我也打算回去 其實啊 今天找你吃飯是想跟你一個 接著電話 喂 啊 還虧得想得出來 哦 我吃到了 怎麼了 我耳確實了 已經兩天了 問她為什麼她又不說 啊 那 那你趕緊回去吧 我今天實在太累了 我就不跟你回去了 行吧 你要是覺得在這兒輕鬆的話 你就在這兒多休息幾天 休息好了 我讓方美廚回來見你啊 不用不用 我自己能回去 嗯 隨你吧 其實我今天跟你吃飯啊 確實有個東西要給你 我知道 啊 就是這個嗎 我家還挺好玩的 你晚上就別開車了 這麼晚呢 開車不安全 我給你交個代價吧 你回去路上還能休息一會兒 沒事我有司機 方秘書來了 嗯 她來幹嘛呀 早就叫她來了 哦 唉 對了 很老的太陽啊 特別地毒 一個女孩子家 連個防曬也不備 來 出門帶著她 她也沒有辦法意識了 你怎麼知道我沒有防曬啊 我在小劉亞跟你收拾行李的時候 發現的 哦 你肯定是趕老闆娘穿透好的 要不你怎麼能提前 給我收拾行李呢 嘿嘿嘿 你笑吧 你放心吧 再笑一點 再笑一點 請早見 請早見 江村能當我傻啊 我當然知道你要幹什麼 可是你搞錯了浪漫 選錯了對象 江村也許會是個好爸爸 只要孩子們度過了危險期 姐姐就會得到幸福的 唉呀 這麼長時間 你要是守得走 你就別下來了 你留下 我回去照顧那個江的小姐 唉 送了沒有 接著這兒 嗯 嗯 啊 不著急 總會有機會 唉 柏兒 你這幾天不吃不喝得怎麼行啊 誰惹著你了 唉 是不是那個陳先生惹著你了 唉 哪個陳先生啊 唉 你們煩不煩呢 都出去 唉 都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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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來一下 說吧 這個陳領生到底怎麼回事啊 問你什麼事 嘟囔什麼呢 問你話呢 那個陳領生到底把博兒怎麼樣了 我真的不知道 唉 原來博兒跟那個陳先生 本來是挺好的 有說有笑的 又吃又喝的 前兩天出去的時候 還開開心心呢 可是一回來 就不吃不喝了 這個陳領生 看著倒挺老實 倒是把博兒控制得牢牢的 安領生 先生真的不在家 跟英宿去旅遊了 這博兒要是有什麼事 我可真擔不起這個責任 他們上哪旅遊去了 先生 你可回來了 你快去看看博兒吧 他就挺你的 阿姨來了 博兒不肯吃飯 我來給他送點藥 放心吧 我先去看看他啊 唉呦 這是誰呀 啊 還跟小時候似的 你不高興就躲在被子裡 蒙著頭哭 來 我看看這是誰呀 呦 是博兒呀 阿姨哥 別傷心了 別傷心了啊 告訴哥 是誰欺負你了 找他算賬去 我 我覺得我被陳凌生耍了 他根本就不喜歡我 我 我這麼死皮賴臉地 黏著他 我覺得我自己 那還沒有自分心 當時誰呢 你不然是陳凌生啊 他有什麼好 你喜歡什麼樣子 剛才幫你找去 我就喜歡陳凌生這樣了 你可為這麼重 那為什麼不喜歡我 我哪兒不好啊我 誰說你不好了 我們家博兒長得又漂亮 又可愛 還很溫順呢 是不是 他敢不喜歡你嗎 打狗還在看主人呢 是不是 別鬧了哥 笑就行了 不哭了 陳凌生呢 有空哥去跟他談談 好不好 真的 哥什麼時候騙過你了 拉勾 趕緊洗把臉洗把臉 去吃飯 不許哭了啊 你撕緊洗把臉洗把臉洗 你給你了 你不不快 你不敢坐 我給你了 我給你了 我律師 你給你了 我給你了 我給你了 你給我了 你給我了 你们吵架了 我跟他就有工作关系 您别老乱点鸳鸯谱 怎么叫乱点鸳鸯谱呢 人家送我那么名贵的包 我这叫礼尚往来 真是越打越不懂事 你不打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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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先出去吧 您出去我就打 必须打这电话啊 好好好 好 是该当面说清楚的时候了 他哎呀 哈呢 江先生 不是博尔找你 电话是我打的 找你个事 您找我什么事 告诉我 我们后离博尔远离家 不是你前进道路上垫脚石 还有 招标的事情 到此 这怎么着 还动手啊 我看着他欠揍 不是 你动手你叫我呀 你一个人动手 再出点什么危险 真是 我从来都没见你 生这么大的气 博尔从来没有 对谁动过心 这第一次 就遇到这么个祸 行了 行了 消消气 接下来怎么办 那陈凛生 他们设计院的竞标 没门 明天早餐 这又怎么了 这手 手包还是不太方便拽 来 你帮我打一下 先生 我可不会打领带 要不 我 你让音速帮你忙 音速回来了 是吗 我去 我 等一下啊 进来吧 你会系领带吗 会啊 怎么了 前几天耍外伤的 你得帮我个忙 来 嗯 嗯 你看我干嘛 又不是一次见 马上出去吃吧 家里气氛也不好 我有事跟你说 不行 我有约了 约谁啊 你退休吗 早都说好了 这不是老红吗 那也得分个线了 胡刀 那你最起码能够告诉我了 你约了谁 我也知道 我派在谁的后面 嗯 我约了宋太太他们 早就说好 专门一起吃吧 那好吧 那 我就派在他后面 去 喂 起这么早 我去上班啊 今天是上海竞标 宣布结果的日子 我这个设计总监 肯定得在啊 帅哥 你要不要带我一程 走 今天是星期五吗 对啊 星期五 怎么了 我约了宋太太他们 早就说好 周末一起吃饭 我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 给我太太下的迷魂汤 就我一个劲地说他好 说什么 平常喜欢搞点慈善 周末总是去福利院 给孩子教书 没事 哥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老师不想上班的话 我给你放假 所以你都不算联系吗 我不放假 赵总 你拿来吧 一会儿设计院也会来人 你不怕是陈鼎生 我怕他干嘛 我又没对不起他 再说了 公是公 私是私 那 难道陈鼎生不喜欢我 我还不上班了 那想他就好 感觉你长大了 哥 你别用这种语气 跟我说话 你爸还吓人呢 你别忘了啊 你得是答应我 要找陈鼎生谈一谈的 在这之前呢 我也答应你 尽量不耍小脾气 真乖 你脱人呢 酒来 烤氧 烤氧 tablespoons 你 上次是我不对 我道歉 陈先生 你用不着道歉 我们现在是工作关系 公事公办 好吗 祝你投标顺利 哥们儿什么情况 咱们不会被出局了吧 没事 谢谢你啊 帮我联系徐教授 要不然的话 孩子转院 肯定不能这么顺利 跟我客气什么 虽然秦因素不招人待见 但孩子是无辜的 这忙我必须帮 谢谢了 哦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这个药 你得帮我化验一下成分 没问题 你怎么了 怎么开始吃药了 这药不是我吃的 我回头再给你解释吧 我今天该给 服务院的孩子上课了 咱们走了 去吧 去吧 好了 各位 经过我们董事会的 认真讨论 下面我宣布 此次项目中标的单位是 海华设计事务所 这不欺负人吗 明摆着我们这个设计比海华好 它不是一丁半点啊 我找江村去 算了算了算了 结果在我意料之中 你说你跟江博闹什么呀 这标搞不定 你连我也给拦下水了 陈里商 这件事我一人送市医员当 我扛着好 又不敲门子吧 哥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为什么要把建筑设计 研究院踢出局 我不相信以你的眼光 你看不出来 他们比海华好 我不可能让你再跟他留作了 这也是为了你好 我也不可能让那个小子 有迹可乘 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其实我已经去找过沈亿胜了 我让他离你远点 人家都说了不喜欢你 做什么也没有用 不要强求 而且他接近你 你敢说他不是为了 这个项目吗 哥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现在全公司的人 都知道我在追他 你这么做的话 人家别人会说我假公济私 他这样多丢人哪 假公济私就假公济私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再说了 这么大的项目不得而信 他一开始抱着目的接近你 他就应该想到 有今天的结果 我知道你这是为了我好 但是你也应该 实现跟我商量一下 好歹我还是个设计总监呢 好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就问问你 你平时认为他有能力 承接我们的项目 你机会都不给他一次 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啊 不是我说他不行 是爸说他不行 有什么事你跟爸说 你 回来 我 你看这些小兔子可不可爱啊 可爱 那我们这节课来画一个 粉红的小兔子好不好 好 这节课我们比赛 谁画得最好 好心就把兔子送给他 好不好 好 赶紧下车画吧 也不管人 我们要开始计时了 那个 任IA 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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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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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 怎么想起来 来这福利院了 那天宋贤在海边说的话 你都问了 你不觉得奇怪吗 你说秦英素当老师 我也觉得奇怪 我以前啊 只听说过秦英素 逛街喝茶 刷卡消费 还不知道他 可以交出预言呢 世界变化得太快了 进去看看 随hésitez 请你 发线 发线 让妈妈看的 事吗 Vie 有 此外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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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亲友所 还会玩玩呢 不是吗 你躲什么呀 你躲什么呀 弄得跟做贼似的 我也不知道 你 你既然 既然你不想让她知道 你来干什么来吧 你什么时候 添上这偷窥的爱好 小眼神 早说你也是江家的 大少爷少人 地产公司的老板 你说你拉着我 跟踪你老婆 不是 你现在玩的什么花样 或者什么 爸 今儿 来 喂 爸 你到疗养院了 江村 江村怎么回来这儿呢 您说我看错了 我说你跑什么呀 跟做贼似的 让秦英素看见了更好 你这等于是 老公来探老婆的班 对不对 顺便问问她 怎么就转来性了 她这样我 都有点不认识她 别说是你了 我都觉得奇怪 这变化也太大了 那你就更应该 当面问清楚 顺便好好夸一夸 你老婆 我觉得她从医院出来 好像变了一个人 她到底想干什么 那你觉得她是变好了呢 还是变坏了 你不用回答了 你自己知道就行 走吧 去哪儿 不还找我 秦英素 认识你这么久 还从来不知道 你会画画的 你还有些什么什么 不知道的呢 小小姑奶奶 你不认识吃 交这两盆 把她给交死了 爸 别的也交一下 你别老指挥了 我都不知道该交哪个了 来来 你这个 你这个 来 陪你 陪你就好 这样吧 可以 少量多餐 哥 你来啦 爸 您找我 不是告诉我说 上海这个项目 你否了设计院的设计图 还说是我的命令 是吧 爸 我跟您商量过了 您也同意了 得了吧 哥 我可是问过爸的 你这叫假传圣旨 要不是我机令啊 过来问一嘴 陈令生得被冤枉死 我可没胡说 爸 你忘了 我们当时一致认为 陈令生认识博尔的动机不纯 所以我们决定不再用它 而且它的设计 确实不怎么样 你什么时候跟我商量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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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